遇上敵人了 什麼?他們這支竟然是豉油槍? 《大將元》這部劇自播出以來 就有大量的打鬥劇情 但原來這部劇會用這些武器來打架 第三位 炮掌 現代人就會用炮掌來慶祝起慶事 但這部劇竟然參考以前古代的用法 用來驅魔闢邪 還要不是用聲音來趕走敵人 而物理上一夜飛到山賊 你看看多有效 第二位 豉油 你沒聽錯我沒說錯 這群天真萬難的少年為了被人捉的朋友 決定化身忍者去拯救他們 看起來好像有文有露 遇上敵人了 什麼?他們這支竟然是豉油槍? 還要用黃斗來一招仙女散發 這樣不被人捉都難了 第一位 少女的眼淚 要掃到可以跟豉油槍炮掌炸彈匹敵的武器之手 走去這個功加恩的淚水 無論他是瘋狂插人下體 搞到人絕之絕酸 還是搞人老公 都會透過這個武器令人原諒他 你看他多豐鬆 但原來 傳說中還有大罪元的兵器之手 他就是 我不告訴你 你自己看吧